Billy是最重在技巧方面 我們就不用浪費很多時間去溫習其他考試用不到的字眼 因為Billy給我們的字眼都是 考試一定會用到 所以就省很多溫習的時間 他的戰績十分飆穎 這是我相信Billy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就是因為我有學朋友介紹 所以我選擇了Billy的課程 我報了他兩年的原因 是因為Billy的課程 除了我剛剛提到很詳盡之外 而且他每一課都會給我們很多不同的資源 我們回到家之後 除了課程之外 亦都可以看 但是外面的補習社 只是一半的項目 其實裡面的資料都不夠齊全 和不夠統一 所以我報Billy是有這樣的好處 他每一課都教了很多不同的技巧 那些技巧可以令到 我在每個分卷都得到很好的成績 我覺得Billy的Paper1幫到我最多 因為Paper1是將不同的題目分類 令到我做卷的時候 可以增加systematic Billy在Writing分卷裡面最幫到我 因為他提供了很多 idioms 和符合的符合 給我們去作文的時候用出來 在Paper2最能夠幫到我 因為他會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形容 以及sentence patterns 那我們就可以在作文的時候用回 那就更容易獲得高分 Billy在Paper3 Listening那裡最幫到我 因為他教了很多神技 可以很快地找到Points 在Paper4的時候 都教我怎樣回應人 以及跟人互動、溝通等等的技巧 這個令我在口試的時候 可以更加表現自願 他有很多增跡和很多資料可以參考 也給了很多五星星的範文 給我們看 可以令到我們去研究一下 究竟那些高分卷是怎樣做出來的 Billy上課比較有風趣 那就會令到那些學生比較想課 會不會那麼悶 還有會集中一點 他會用一些潮語 一些slams 其實他都幫到我們去了解和吸收 可以幫到英文低不夠好的同學 最好就是有他很多的Vocat 還有有不同深淺程度的phrases 等不同英文程度的人都可以有所進步 Billy的Skills很貼地 而且很適合我們考試中用 即有些八達的例子和框架 一些好的phrases等等 令到我們會獲益很多 對此第二集 Vale 白馬 自信自席 准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